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院那些男生比起来很不一样 所以联谊活动结束后我也没有搭理他 可是前夫对我很认真 一直对我弃而不舍的追求 我也不知道他看上我什么了 那个时候前夫真是很爱我 为了我什么都愿意做 最后我被他感动了 和他在一起了 和前夫在一起后呢 他并没有因为得到我就对我减少宠爱 反而对我越来越好 半夜我想吃烧烤 前夫二话不说骑着电动车 穿过整个城市给我买最爱吃的那一家 买回来后我又耍小杏子不吃了 前夫也不生气 自己乐呵乐呵的把他吃掉 我怀孕生了儿子后 前夫对我呵护配置 生怕我受了冷落 但是我的脾气越来越大 动不动就会朝他发火 还嫌弃他没钱 开始的时候的前夫都会让着我 后来我闹得凶了 他就抱着孩子到另一个房间 好几天都不和我说话 在我又一次发脾气后 我提出了离婚 我本以为前夫不会同意的 又会苦苦挽留我的 可是意外的是 前夫这次什么话都没有说 直接签了离婚协议 等我冷静下来后 前夫已经带着儿子走了 还寄给我了一份离婚协议书 房子留给了我 前夫重新去租了小房子 我很后悔 后悔不该那么冲动 我想前夫一定会来找我的 毕竟他曾经那么爱我 我一直等着前夫开口 不知不觉一年就过去了 这一年我和前夫都没有什么联系 也没有去看过孩子 因为我没有脸 离婚后的我过得很落魄 再也不是和前夫在一起的时候 荣光药发药物扬威的样子了 离婚了才知道前夫的好 我每个月工资三千来块 完全不够自己吃喝 家里的水费电费 在哪里缴我都不知道 之前这些一直是前夫在做的 马上就是孩子的生日了 我忍不住给前夫发了条短信说 那天我会去他家接孩子 我还是用了以前撒娇的口吻 喊他哥哥 没多久前夫就发来了他的地址 语气冷冷的 没有什么情绪 包着短信 我一阵失落 那天我特意去烫了个头发 买了件新衣服 还化了个单装 我想前夫看到我 这个样子一定会后悔的 到时候他要找我复合 我还不乐意了 到了他家 还没等我开口 前夫就说 你来了 进去坐吧 我还有事要出去一下 前夫急匆匆的走了 我知道他是故意避开我的 一年不见 前夫变得精神了 会打扮了 以前和我在一起的时候 我总嫌弃他不会穿衣 拉里拉他 一年没见 儿子不理我了 我去抱他亲他 问他想不想我 儿子的回答让我揪心 开始想 后来就不想了 我的脸泪掉下来 一个劲儿说 对不起 这一刻 我无比后悔离婚 如果不离婚 今天就该是我们一家三口幸福的给儿子庆祝生日 可是现在 连自己的儿子也不愿意理我了 我拿出玩具和儿子玩了一会儿 毕竟是自己的儿子 慢慢的又和我亲近了起来 儿子肚子疼想上厕所 我抱着儿子来到卫生间 却看到卫生间的垃圾桶里有卫生纸 我问儿子平时都和谁玩啊 儿子说和漂亮阿姨 漂亮阿姨来了半年了和爸爸住在一起 阿姨对我可好了 经常带我去玩 比妈妈对我还要好呢 我听到这个消息后脑袋一下子懵了过去 本想着我和前夫复婚一家三口还会和以前一样 但是现在什么都不可能了 原来没有什么会永垂不朽 原来他也会累 也会变心 当我没有好好珍惜他的时候 他就投入到了别人的怀抱 再也不要我了 我累有满面 这份感情被我亲手糟蹋了 小编觉得既然相爱了 两个人就应该互量体谅 不要因为一点小事就大吵大闹 弄得不欢而散 别等错过了才后悔莫及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有喜欢的故事 请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会尽力满足您的需求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